教典13 细胞膜构造模型发展历程 1895年 欧佛顿提出细胞膜是由质质物所组成 英国生理学家欧佛顿发现 脂溶性物质与水溶性物质容易通过细胞 于是欧佛顿提出细胞膜是由质质组成的推论 20世纪初科学家分离出红血球的细胞膜 分析其化学成分 发现细胞膜的主要成分为质质 还有蛋白质 1925年 哥特提出细胞膜为质双层结构 荷兰科学家哥特利用冰桶萃取抵制数量红血球的细胞成分 实际在水面形成单层红膜 计算出此单层细胞表面积与红血球表面积的比资约为二 因此 哥特发表细胞膜为质双层结构的观点 1935年 戴福森与丹尼尔利提出了细胞膜三明治模型 戴福森和丹尼尔利发现 细胞膜与水的清合力 比仅有质质构成的人工膜与水的清合力大很多 若细胞膜的两侧都覆盖着蛋白质 由于蛋白质可融于水 便可解释此一现象 因此提出了蛋白质支持蛋白质的细胞膜三明治模型 但是在细胞膜的三明治模型中 主张细胞膜的结构是禁止不动的 细胞膜表面蛋白质的位置也是固定的 1959年 罗伯森观察到细胞膜具有半、零、半、三层结构 罗伯森利用超过切片技术 在电磁显微镜下观察到 细胞膜具有半、零、半的三层结构 罗伯森认为 胞是细密度较大的蛋白质 并是密度较小的指质 此结果支持细胞膜的三明治模型 1870年 弗莱提出细胞膜并非禁止不动 细胞膜具有运动性 弗莱利用红色与绿色荧光抗体 分别标定人与老鼠细胞特有的黄蛋白 之后再将两种细胞融合 实验结果发现 标定后的红绿荧光蛋白 会随即分布在融合细胞的细胞膜上 这代表细胞膜上蛋白质 并被固定在膜的特定位置 细胞膜应该是具有流动性的 弗莱的实验结果 推翻了三明治模型的结论 1972年 辛格和尼克森 提出细胞膜流体向前模型 在细胞膜 电线 及细胞融合等实验证据的支持下 辛格及尼克森提出流体向前模型 来说明细胞膜的构造 流体向前模型 对于细胞膜结构的流体性 抹上蛋白质的分布 及细胞膜的功能 提出了合理的解释 后来又有许多实验证据的支持 因此 流体向前模型被科学界 广泛接受 细胞膜的流体向前模型 细胞膜主要是由双层磷子构成 磷子子分子在水溶液中 磷子子分子的输水段会亮亮相接 磷子子分子的清水段 则会朝向外侧和内侧的水溶液 排列成细胞膜的基本构造 磷子子在磷中是可以移动的 细胞膜因此具有流体性质 细胞膜上镶嵌的许多 位于其内侧外侧或贯穿其中的蛋白质 细胞膜上蛋白质必备固定在磷的特定位置 蛋白质可以在细胞膜中飘移 动物细胞膜上含有少量的胆固存 与细胞膜的流体性和稳定性有关 冰冻斯科法 1980年代 冰冻斯科法被用来研究细胞膜的结构 科学家将细胞膜冷冻后 用刀片使细胞破碎 破碎面会沿着细胞膜的属水心内部 裂开成两层 靠近细胞膜外侧的蛋白质颗粒较少 靠近细胞膜内侧的蛋白质颗粒较多 冰冻斯科法的电线结果显示 细胞膜上的蛋白质大多是镶嵌在细胞膜之间 而非全部覆盖在细胞膜的表面 此结果支持了细胞膜的流体相间模型